海牙国际法庭做出裁决后 一些媒体报道 中国早前已经下令全军 进入二级戒备 对于中国的激烈反应 有分析指并不出奇 但是军事行动无法解决争端 至于国际法庭的裁决结果 分析认为有助于化解争端 这项裁决也符合马来西亚的利益 军事新闻记者邱仁杰 接受本台电话访问时指出 中国在裁决后发表的有关 裁决无效的声明 是中国一贯的立场 但是中国是否真的会针对裁决 而大动干戈则不得知 其实如果中国会有采取激烈的行动 来反应其实是一点也不出奇 因为九段线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早在今年5月31号 对不起 早在今年5月份的一项论坛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纯 在吉隆坡已经有表达过一个立场 九段线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主权 历史权益 中国在这个事项送台后出炉之后 一定会采取一些行动来保护它的九段线 但是就如好像我刚才我所说的 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问题 最重要就是把一切的分析 尽管海牙国际仲裁厅的这项决定 无关南海主权的深索 但是邱仁杰认为 这项裁决能够化解长久以来 僵持不下的南海主权争端 而他认为这项裁决对马来西亚有利 南中国海的深端客机最大的根源就是九段线 因为中国把根据九段线的证索 中国把大部分的南中国海的海域 都划进它的管辖范围内 这包括马来西亚的南中国海的专属经济区 菲律宾也是一属 文来也是如此 越南也是如此 所以才造成了南中国海的深端的复杂性 所以一旦九段线被否决了之后 这也意味着南中国海大部分的争端 争议已经会被否决 所有主权争端深索 国的海洋利益就不会再面对外来的重叠深索 在这场被视为是中美政治角力的仲裁案中 邱仁杰认为 马来西亚只需要维持一贯的外交立场 那就是在面对中国的反弹时 马来西亚要管控好分歧 同时平衡好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不要选边站 NTV7 卢梓云采访报道